早啊,新闻来了 今天是2023年7月18日 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 首先进入药文 17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 国家统计局17日发布数据 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593034亿元 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5% 17日晚,今年第四号台风太吏以台风级别登陆广东省湛江市南三岛沿海 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 太吏登陆后,有可能18日上午在广西沿海再次登陆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7日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预计17日20时至18日20时 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下面是一组资讯 17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暑期文明旅游提示 提醒广大游客文明观览文明旅游 民政部近日印发通知 部署开展乡村著名行动 该行动涵盖地名方案编制 命名社标、文化保护、采集上图、信息服务等 地名工作的各个环节 致力于提升乡村地名建设水平 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工业核信息发布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意见 提出建立健全网络安全保险政策标准体系 加强网络安全保险产品服务创新等 五方面共识条具体意见 近日,教育部发布通知 为加快构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新机制 有序有效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 将推进11项重点任务 17日,我国首搜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 结婉离开码头 开始首次试行 17日,成都大运会巴西代表团随团官员 飞抵成都天府国际机场 这是本届大运会首批抵达成都的境外代表团官员 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目前 2023年暑期档票房已超90亿元 日前,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新发现一块距今约20万年左右的人类鼎化石 这是近50年来在周口店遗址区域首次发现的人类化石 17日,2023世界永连锦标赛女双三米版跳水决赛 中国组合陈一文昌雅妮已绝对优势夺得冠军 男双十米台跳水决赛 中国组合杨浩练俊杰一路领先 文文夺冠 17日,中国女排在世界女排联赛决赛中 以一比三附于土耳其队首次摘得市联赛银牌 17日,连货高速甘肃省张叶市山丹线段发生一起过境车辆连环相撞事故 五辆轿车和三辆货运车连环追尾相撞 已造成八人遇难,六人重伤 事故原因正在进行调查 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17日表示 克里米亚大桥遭到两艘乌克兰水面无人艇袭击 造成一对夫妻死亡 其女儿受伤 据乌克兰媒体报道 克里米亚大桥被攻击 是乌国家安全局和乌海军的一次特别行动 当地时间17日 韩国持续暴雨已至41人死亡 另有9人失踪 其中韩国中兴北道地下车道被淹事故已造成14人死亡 接下来是服务信息 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 举办2023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活动 预计提供岗位信息超20万条 活动持续至8月30日 中央气象台17日18时继续发布 暴雨黄色预警 预计17日20时至18日20时 广东大部 广西 海南岛大部 福建东南部 湖南南部 贵州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 有大到暴雨 其中广东西南部 广西南部 海南岛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局地有特大暴雨 江西中北部 湖北东部 安徽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 也有分散性大雨或暴雨 感谢关注央视新闻 更多资讯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 我们明天早上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7月呈现 主播说联播 今天接着说经济半年报 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 上半年GDP同比增长5.5% 相关人士解读这个数据时 用了含金量一词 5.5%的经济增速是含金量比较高的速度 含金量比较高体现在哪里 纵向比这个增速快于2022年全年3%的经济增速 可以说经济回升态势比较明显 横向比这个增速在全球范围内也是较快的增速 在主要经济体当中是最快的增速 这也再次印证了一句话 我国经济保持较快增长 对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含金量比较高 还可以通过沉淀电的成绩来呈现 举个例子 今年夏粮生产尽管在收获时期遭遇到烂肠雨 但仍然实现丰收 为中国人端牢饭碗打下基础 再来说说变化 去年经济增长以投资和出口拉动为主 今年以消费和投资拉动为主 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提升 这个变化也让人欣喜 从全年来看 尽管面临压力和挑战 随着就业改善 居民收入增加 内需拉动逐步增强 供给结构优化调整 新动能成长壮大 经济将稳步恢复 发展质量将继续提升 我们完全有信心 有条件 也有能力 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 预期目标任务 7月17日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 习近平指出 你担任菲律宾总统期间 本着对人民负责 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毅然做出改善对华关系的战略选择 中非关系得以重回正轨并蓬勃发展 为两国友好交往做出重要贡献 中非同为亚洲发展中国家 两国发展根植于牧林友好的周边环境 根植于合作共赢的亚洲大家庭 中国奉行侵诚慧荣的周边外交理念 一向坚持与林为善 以林为伴 中方始终重视中非关系 愿同非方一道 推动中非关系行稳致远 希望你继续为两国友好合作 发挥重要作用 杜特尔特表示 感谢中方对菲律宾经济社会发展 基于宝贵支持 特别是慷慨帮助非抗击新冠疫情 发展非中友好关系 符合两国人民利益 也是大多数菲律宾人民的愿望 我愿继续为推动非中友好 发挥作用 王毅参加会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